大家好 我是學長 今天的咖啡沖煮教學呢 我們今天先跟大家聊一下魔鬥機的清潔 因為魔鬥機的清潔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其實小富士呢 或是小飛馬 或是小飛鷹 或是Aquila的 甚至是Tiamo 這些機型呢 其實都很類似 所以今天學長會先以這個為第一集 跟大家聊一下 這種魔鬥機我們該怎麼樣去清潔它 然後可以清潔得比較乾淨 那當然你平常呢 你在使用的時候 建議你還是要買一個吹球啦 之前學長也說過了 在磨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先吹一下 把裡面的粉塵呢 先吹一吹 在磨的每一次清潔的時候 都使用吹球的話呢 就可以減少你開機清潔的頻率了 所以吹球是非常重要的 OK 那除了吹球之外呢 學長接下來準備兩個工具 第一個是刷子 你用油漆刷 或是什麼刷子都可以 反正能夠用一個毛刷 第二個呢 是手套 手套呢 你用這種綿的 或是你用那個 搬東西的那個麻布手套 其實都可以 但是這種綿的呢 等一下效果會特別好 好 那我們就開始示範怎麼樣 來清潔魔鬥機 那清潔魔鬥機的重點就是 剛開始外面這些髒髒的東西呢 這細粉呢 都先不管 好 我們先把裡面搞定 這個豆槽先拿下來 拿下來以後呢 當然你可以先稍微清潔一下 但是呢 重點的部分呢 還是 就是 戴上你的手套後 手套 戴上去 其實你可以用布啦 但是手套的 更方便一點點 也很直觀喔 你用布其實 效果有點接近 但是沒有那麼過癮 OK OK 好 拿完以後呢 就這樣 這樣 抓著它 認真擦 看到了嗎 細粉 就卡的細粉就在上面 然後呢 OK 就 就擦乾淨了 所以很直觀 摸一摸 好 那你的豆槽這樣就乾淨了 好 非常的快喔 很簡單 很簡單 OK 那把豆槽呢 放邊邊 小心喔 不要擦開 然後開機 好 兩邊的螺絲 有些是用那個 要用十字起直的 那你就一樣喔 好 兩邊螺絲 先切開 好 螺絲要放好 螺絲要放好 把這個刀盤拿下來 刀盤拿下來以後呢 然後可以看到喔 這邊會有一圈 一圈殘粉 就是一樣 用你的手套 把它抹一抹 把手套這樣抹一抹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 縫縫上面會有一些 卡粉的地方 就用你的指尖這樣 稍微把它 揮一圈 你看看到喔 很多的粉 這樣完以後發現 誒 整個就是乾淨了 整個就是很乾淨 然後你還有看 手上可以看到都是 油垢 然後外面這邊也是喔 磨一磨 然後把這個部分 稍微搓一搓 其實用手就非常的直管 很舒服 如果你用毛刷那也可以把深的地方稍微清一清 它就很乾淨 然後把這個放在這邊 接下來重點 刀盤的部分 要直進直出 直進直出 你不要尻到它了 因為這個是比較脆弱的地方 這樣直進直出 照道理來說呢 就應該是很容易會彈出來 裡面有一個彈簧 它有什麼彈出來 OK 我們先來清這個 外刀盤的部分 外刀盤的部分呢 裡面不要 裡面很油 裡面很油 所以這邊不要摸到它 就外面這一根 這樣 搓一搓 或是你先用毛刷 先把它推一推 然後呢 再用你的手套 然後把這邊這一圈 擦乾淨 然後這個刀盤 記得喔 一定要用手去吐它 這是重點 你看 一吐下去 這樣子 用手 直尖的部分 這樣推一推 然後可以不用用水啦 基本上 除非你的豆子 非常非常的油 那麼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用中焙 中淺焙的話呢 基本上 你用這個就 效果蠻好的 OK 好 就這樣 稍微推一下 戴手套你也不用擔心 刀盤會傷你的手 如果你沒有戴手套 有時候你用衛生紙 還是比較危險的 所以你用手套的話 是很安全的 OK 好 這樣就蠻乾淨的 這樣子推了一圈以後 好 然後那個縫縫 當然也可以伸進去 伸進去推啦 但是這個沒有那麼髒 OK 然後這邊的部分 也可以稍微 用紙 但是這邊沒有影響太多 然後可以用紙縫 可以看到 我的紙間上面已經都是粉 可它 這邊可它 OK 好 那這樣子基本上呢 這個內刀盤的裡面呢 就已經乾淨了 就已經乾淨了 好 然後這邊呢 這邊這一塊也不用輕輕的 這邊不太會沾粉 然後 所以這邊就簡單摸一摸就可以了 不太會沾粉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清裡面的部分 好這個就清乾淨了 旁邊邊 要開始清內部對不對 內部的部分呢 先拿來吹球吧 裡面的粉 先把它吹出來 把它吹出來 好 OK好吹出來以後呢 然後裡面呢 這邊這一根軸層上面呢 就有很多的油 很多的雞油 是雞油 OK 所以呢 就稍微的 如果有沾粉 稍微把它吹出來就好了 不要去整個去摸它 你摸它的話 它的油就沒有了 轉的時候呢 反而會有異音 不太好 所以你不要摸到中間這一層 不要摸到中間這一根的軸層上面 就把這個刀盤清掉就好了 剛剛已經把我們的 這邊的產品吹出來了 OK 所以你手就不要進去了 好不好 吹一下就好 然後這邊這一圈 用你的手指 OK用手指 然後呢 這邊也是用 用手指 慢慢把它吐乾淨 把這個粉的部分 推乾淨 那如果呢 它這邊有一點點卡住 黏住的粉的部分 可以稍微用剪刀輕輕的 不要太用力喔 不要傷害你的刀盤 稍微讓它 卡住的地方呢 稍微把它吐開 好 然後這邊卡住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 勾一下 會卡住的勾完後 還是用你的手指 把那個 屑屑的部分 清乾淨 好 一節一節的把這個 刀板上面的 卡的夠 稍微推一下 OK 好 大概這樣算是乾淨了 然後上面這邊呢 也稍微 手指頭搓一下 不要摸到軸承的部分 稍微搓一下 好 好 然後這邊呢 也是 把它稍微吐一下 你可以用 推球跟毛刷來輔助 有些地方比較深的地方 差不到的地方 OK 好 這些部分都弄好以後呢 那我們就要把 軸承放回去 然後盤 然後平靜 一樣是平靜 好 輕輕的 OK 轉進去以後 然後呢 再把我們的 這邊會有一條線 那我們就對到上方 平靜平出 然後剛開始會有點壓不進去 因為它裡面有彈簧 先把爪一邊 轉一點進去 然後另外一邊呢 也轉一點進去 不要只轉一邊 兩邊一起要平靜平出 然後兩邊一起轉 讓它左右兩邊的那個 進去的深度是一樣的 然後慢慢的轉 它就會越轉越深 越轉越深 然後轉到底為止 也不要轉太緊 轉太緊一下子打不開 就是轉 不太會動的時候 OK 好這樣就已經清潔完畢 然後外圍的部分就簡單了 你就用手 或是用你的毛刷 這比較深的地方 你就用毛刷 清潔一下 好可以看到我兩隻手 這隻手很限注 沾了非常多的 除了粉以外 就是有油脂的部分 它還被油的部分 那這個是我們主要要清潔的部分 除了粉之外 這個油其實對於你的風味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OK 那最後呢我們再稍微 整一下 這樣子你的磨豆機的清潔 就完成了 然後把豆沙 放進去 OK 就是這樣 就是很簡單的輕鬆的 但是需要一點點耐心 需要一點點耐心 然後需要 刀盤的部分 慢慢的 需要用一點指甲 或者是用指數的部分去推它 把那個卡到的部分呢 清乾淨就好了 如果是居家使用 一天煮兩杯到三杯 大概半年 或是四五個月清潔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還是有必要的 那今天的磨豆機清潔呢 就這麼簡單 那希望大家還是要保持良好清潔習慣 對你的風味影響 還是很大的 OK 那今天的咖啡沖煮攻略 就說到這邊 好謝謝大家 掰掰